幻想无数部动视真格 大家好,我是浪基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最喜欢的拔眉地图了 那么之前呢,我们有很多兄弟呢 在我的微博啊 浪基教育浪基呢 给我留言说浪哥 你教了那些套路 哎呀,让我变成渣男了 我呢,这个是个好男人 好,那么最近呢 这些好男人呢 他又给我发私信说 浪哥,我真的是个好男人 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 谈了五年了 最近他弄死要分手 我跟他打电话 一直打 他给我拉黑了 我有没有办法再挽回他呢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缺的呢就是好男人 所以浪哥呢 今天要告诉大家好男人的套路 就是如何挽回女朋友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到这个 我们有这个恋爱经验 这个比较丰富的这个肉肉来 给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个男女分手的那些事情 哎,我问你肉肉 之前和这个男朋友 男朋友们啊 这个应该还是有分过手 嗯,有 对,那么他们挽回过你吗 挽回过 那有成功吗 嗯,成功了的 都成功了吗 有一些没有成功,有一些成功的 哎,那给大家聊一聊就说 哎,你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挽回是失败的呢 嗯,就是我之前那个男朋友就是 呃,我们分手了嘛,然后他就一直每天都是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嗯,然后就跟我想求和好嘛 啊,求和好,那挺好的啊 但是时间久就会很烦呀 他就会每天无时无刻都给你打电话 就是一直在烦着你 对对对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嗯,对 那你为什么跟他分手呢 之前是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嗯,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他的 嗯,还是有的 还是有,因为谈恋爱时间久了难免都会有感情嘛 嗯,所以说呢,才分开的时候呢 就感情不会消退 所以说可以关系断掉了 嗯,那么他在找你的时候呢 可能你还是会接他电话 但是他太这样烦了 你会觉得感情以后的好感也慢慢都没有了 对,就会觉得很烦 对,嗯,其实呢 这个男生呢 一定会要去主动的求和好是OK的 但是呢,频率不要太高 对啊,但很多男生为什么控制不了 要一直想着这个女生 要频率这么高的去往回呢 是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就我们俗话说是情伤太低 他也不去换位思考 其实女生呢 在和这个男生分手的时候 他也会很难过 对吧 所以说你不妨呢 也让他去难过 最好的办法是 他难过的受不了的来找你 你要有一点自信嘛 对吧 很多男生就是 啊,很没有自信 搞不清状况 说,哎,女生分手了 会不会出去和其他男生在一起啊 会不会马上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啊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有些释放压力的方法 释放就是发现你的这种 负面情绪的办法 那么就是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运动 比如说像来到这种球场 对吧 约这个朋友来踢球 打篮球 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以解决 还没看过 快搜索这个神奇的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 PUAMP 里面有教你各种恋爱方法 约会视频 还有小编 神一般的干货文章 赶紧点击关注吧